现如今全球最胶着的区域恐怕非台海莫属 虽然两岸之间依然存在不少分歧 但两岸的总体局势还是保持在一个可控的状态 但是对于一心要遏制中国发展的美国来说 两岸局势可控就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失败 搅动台海局势操弄台湾问题 才是美国用来遏制中国发展的底牌 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通过舆论向我国施压 极力炒作所谓的军事风险 而拜登政府更是在台海问题上全力出击 动用自己的同盟体系 意图将台海事务国际化 据美媒报道 美联会主席米利在出席了国防安全论坛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近日中国大陆 有可能会发起对台行动这一观点时 米利表示 美方认为中方并不会这么快采取行动 也就是一年或者两年时间 而当其被问到美国是否有能力保卫台湾时 米利给出的回复是肯定的 美军有绝对的能力控制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事情 包括保卫台湾 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言论过于激进 米利在之后的对话中又重申了 拜登政府的两岸政策 以及美国对台实施战略模糊 过去一段时间 美国的错误涉台言论 我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本届G20峰会期间明确表示 台湾问题作为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 如果处理错误 势必会对中美双边关系造成颠覆性 全面性的破坏 祖国两岸实现完全统一 不仅是无数中华人女的共同心愿 更是我国始终坚持捍卫的主权和底线 那些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外国势力 不顾国际秩序干涉我国内政 可以在台海地区制造矛盾 这些都足以说明 能够维护两岸和平 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 恰恰是两岸人民 台湾地区的前途细于国家统一 台湾民众的利益细于民族复兴 因此切不可盲从 岛内分裂势力的花言巧语 更不能听命于外部干涉势力的危言耸听 两岸唯有携手并进 才能开辟真正的未来